欢迎大家收看电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自动驾驶电动车将耗费电力而非汽油 埃隆、马斯克因为支付面包店账单而感到惭愧 特斯拉、Cybertruck评论 这很奇怪 这是鲁莽的 还不错 这次市场的反弹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它能持续下去吗 汽车已经不像以前在密歇根州那样了 这对国家经济意味着什么 请大家收看 自动驾驶电动车将耗费电力而非汽油 彭博社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 NEF的分析 人工智能AI在汽车行业中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 可能会削弱减碳交通的努力 预计到2040年 用于训练AI算法的数据中心消耗的电力 将增加到16TWH 相当于2020年所有数据中心电力使用量的5倍 然而 为了驱动实现自动驾驶的计算机 车辆内部的电力需求可能会限制其行驶里程 预计到2040年 车辆内部计算机的功耗将达到26TWH 埃隆 马斯克因为支付面包店账单而感到惭愧 BBC 埃隆 马斯克同意支付2000美元给旧金山一家面包店 因为特斯拉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订购4000个迷你派的订单 Devipass面包店在社交媒体上抱怨 引发了马斯克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 然而 面包店因为来自祝福者的生意太多 而无法满足特斯拉新订单的3600个迷你派 圣和赛事市长敦促人们去面包店支持当地企业家 特斯拉Cybertruck评论 这很奇怪 这是鲁莽的 还不错 彭博社 彭博社Bloomberg的一名记者 最近在Turo平台上从詹姆斯 范克罗夫顿James Van Crofton那里租了一辆特斯拉 Cybertruck 这次经历非常令人惊讶 车辆本身无需介绍 特斯拉自2019年以来一直在收取押金 并于11月开始交付卡车 该公司没有说有多少人 但我们知道 塞雷纳 威廉姆斯的丈夫拥有一辆 法瑞尔 威廉姆斯也是如此 这位记者说 这辆车没有借给主流媒体 所以记者以1391美元的价格从詹姆斯 范克罗夫顿 James Van Crofton 那里租了一辆24小时 他发现性能和内饰都相当不错 但他说 我没有把它带到建筑工地 也没有用它来拖船 我发现它灵活的性能和周到的内饰 与其粗糙的设计 形成了迷人的病治 简而言之 记者喜欢它 这次市场的反弹 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它能持续下去吗 CNN 美国股市的繁荣是前所未有的 标普500指数在过去17周中有15周上涨 这是自1989年以来的壮举 如果本周再次上涨 将创下连续获胜周数的1971年记录 虽然人工智能热潮推动了整个市场 但主要集中在科技领域 去年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24.2% 但等权重指数仅上涨了11.6% 标普500指数今年上涨了6%以上 但当所有股票等权重计算时 仅上涨了2.5% 一些投资者担心 这次的繁荣不够广泛 同时也担心通胀问题 长期通胀数据有所缓解 但1月份的数据显示出一些回归 上周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 官员们仍担心通胀可能持续升高 根据智商所联邦基金观察工具 交易员们现在普遍预计 美联储将在6月或7月开始降息 汽车已经不像以前在密歇根州那样了 这对国家经济意味着什么 CNN 汽车行业历来是密歇根州的主导行业 但该州已将许多汽车工作岗位 流失到该国其他地区 自1990年以来 密歇根州汽车厂 零部件工厂 和公司办公室的工作岗位减少了35% 现在仅占该州工作岗位的3.7% 然而 汽车业就业岗位的下降 并不能说明该行业对经济的影响 随着汽车在技术上变得越来越复杂 该州的许多技术工作都专注于为汽车行业服务 此外 卡车运输和其他供应商等传统支持行业 也支持汽车行业 密歇根州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 这一趋势正在刺激该州医疗保健行业的增长 医疗保健业已经是该州最大的雇主 到2023年底将有超过50万个工作岗位 然而 医院至少有27,000个各级工人的职位空缺 许多护士和其他临床医生也接近退休年龄 在过去的50年里 密歇根州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一直落后于美国水平 2022年 该州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略低于67,000美元 而美国则略低于75,000美元 然而 在去年秋天进行了为期六周的罢工之后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 立即为其成员赢得了加薪 在2028年到期的合同期限内 会员的工资预计将上涨30%以上 马斯克被指控用特斯拉超级工厂污染德国河流 英国每日电讯 特斯拉在格林海德的德国超级工厂 被当地水务部门指控污染当地饮用水 水务局要求特斯拉关闭废水管线 直到进一步通知为止 因为他们担心该工厂排放的有害污染物 超过允许的标准的6倍 自2021年3月以来 特斯拉已经收到5次超过污染限制的警告 但未采取行动 该工厂面临来自当地活动人士的延迟和抗议 特斯拉发言人表示 该工厂的废水处理设施 能够完全回收处理水 并对当地污水处理没有负面影响 我们对杰里米·亨特的春季预算的预测 是否可能减少二变式的国民保险 英国每日电讯 据报道 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正在考虑 在即将到来的预算中 虚减所得税率 减少国民保险缴费 提高所得税起征点 或者征收电子烟税 财政大臣面临着压力 要做出重大宣布 以应对工党在民意调查中的领先地位 如果通过国民保险而不是所得税来实施减税 将会给政府带来较少的成本 然而财政研究所警告称 大幅度的减税是无法负担得起的 另一个选择是提高免税个人津贴 以考虑工资通胀的影响 还有传言称 财政大臣正在考虑对电子烟征收新税 可能还会增加对烟草制品的税收 其他潜在措施包括为首次购房者 引入1%的存款计划 并降低节能材料的增值税 为什么政治家们在煽动一场 威胁绿色目标的气候反弹 彭博社 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们 在关键选举前淡化气候变化问题 并承诺撤销绿色政策 这样人对各国能否在向非化石燃料 转型的过程中保持动力产生怀疑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有望在11月挑战桥拜登总统 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 淡化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攻击电动汽车 并承诺废除拜登的标志性气候法律 在欧洲 反对强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右翼政党 有望在6月的欧盟议会选举后增加席位 而关注气候问题的绿党 预计将失去席位 美国和欧盟是全球排放最多的 三个温室气体排放国家之一 科学家警告说 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宜居的地球 地球已经比工业化前时代升温了1.2摄氏度 如果世界不加快向清洁能源的转变 到本市季末这个数字可能会上升到约2.5摄氏度 周二分析师上调和下调评级 加拿大环球邮报 据ATB Capital Markets分析师Nick Hayward称 加拿大能源公司Secure Energy Services Inc. 据说将优先偿还债务而不是股票回购 该公司一直在根据其正常发行人投标NCIB计划回购股票 并且还在探索重大发行人投标SAVE的可能性 然而据信 由于与2026年到期的3.4亿美元票据相关的限制性契约 Secure Energy Services专注于偿还债务 该公司还希望投资于具有稳定和可预测现金流的企业 并对工业废物业务感兴趣 Hayward重申了对Secure股票的跑赢大盘评级 并将目标价从12美元上调至13美元 花旗分析师Vikram Balgray预计巴拉德动力系统公司 将报告2023年第四季度的盈亏平衡毛利率 Balgray估计本季度收入为4000万美元 高于华尔街预期的3400万美元 他认为巴拉德动力系统有可能在2024年产生持续的收入势头 从而实现盈亏平衡的毛利率 Balgray已将目标价从4.50美元下调至3.50美元 维持中性建议 CargoJet Inc 发布了2023年第四季度的财务业绩 ATB Capital Markets分析师Chris Murray称其为稳健 该公司报告的收入为221美元9米 低于Murray估计的246美元9米 但他强调了未来一年的增长和利润率扩张的前景 Murray将CargoJet股票的目标价 从155美元上调至160美元 维持跑赢大盘的建议 苹果和特斯拉的资深人士旨在帮助日本设计人工智能芯片 日本时报 日本政府支持的半导体开发研究小组 与美国初创公司Tense Torrent合作 设计了其首款先进的AI芯片 由特斯拉和苹果资深人士吉姆 凯勒·Jim Keller领导的Tense Torrent 将授权其设计用于日本人工智能加速器的一部分 并共同设计整个芯片 Tense Torrent采用开源RiskV标准 旨在为客户提供NVIDIA和ARM的替代方案 日本政府正在资助一系列项目 以重新夺回在半导体行业的核心地位 而Tense Torrent协议有可能推动这些努力 Kotai将研究都柏林纽阿尔巴尼路线 以满足因英特尔增长而带来的新工作需求 雅虎 中央俄亥俄交通局获得了一项126万美元的拨款 用于研究如何高效地在哥伦布地区 两个最热门的就业市场之间运送工人 泰国水泥公司开发出成本效益高的氢气 用于绿色出行 日经亚洲 泰国工业集团 泰国水泥集团SCG 正在通过探索氢技术的机会来实现业务多元化 该公司正在与合作伙伴 合作开发氢技术 用于其物流业务 并将其推广为泰国的可再生燃料 SCG已与CP集团和丰田合作 加入了商业日本合作技术公司 开发氢作为车辆 包括卡车和小型货车的绿色燃料 该公司的目标是 主要投资于与电动汽车相关的业务和供应链 并发展氢价值链 使氢成为一种具有竞争力和可负担性的燃料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内容的深度分析 首先 我们了解到人工智能在汽车行业中的快速发展 给能源消耗带来了巨大压力 虽然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 给交通减碳带来了希望 但是用于训练 AI算法的数据中心消耗的电力 以及车辆内部计算机的功耗可能会限制其行驶里程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 我们怎样在推进科技发展的同时保持对能源的合理利用呢 接着 我们看到了特斯拉CEO埃隆 马斯克因为支付面包店账单而感到惭愧的新闻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但也反映出了企业家应该对待商业伙伴的诚信态度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 诚信和责任都是非常重要的品质 然后我们聊到了特斯拉的Cybertruck 一辆备受争议的电动皮卡 彭博社的一名记者亲自租用了一辆Cybertruck并进行了试驾 他发现这辆车的性能和内饰都相当不错 但是他也指出 这辆车的设计相对粗糙 可能不适合在建筑工地或用来拖船 这个评价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电动车型 并引发了对于设计和功能的讨论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美国股市的繁荣 标普500指数连续上涨了15周 这是自1989年以来的壮举 虽然科技领域的人工智能热潮 推动了整个市场的上涨 但一些投资者担心 这次的繁荣不够广泛 同时也担心通胀问题 我们要警惕市场的波动 同时也要关注投资的多样化 接着 我们聊到了汽车行业 对于密歇根州经济的影响 虽然汽车行业 在该州的就业岗位有所下降 但仍然对该州的经济 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同时 医疗保健行业也在该州迅速增长 这为该州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密歇根州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同时也要关注老龄化人口的问题 然后 我们看到了马斯克被指控用 特斯拉超级工厂污染德国河流的新闻 特斯拉在德国的超级工厂 被当地水务部门指控 排放的废水超过了允许的标准 这是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 我们要求企业在发展的同时 也要承担起环保的责任 接下来 我们关注到了英国财政大臣 杰里米·亨特的预算计划 他计划在预算中减少所得税率 国民保险缴费 提高所得税起征点 或者征收电子烟税 这是为了应对工党在民意调查中的领先地位 但同时也面临着财政压力 我们期待着他的决策 能够为英国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 然后 我们看到了政治家们在煽动一场 威胁绿色目标的气候反弹的现象 在关键选举前 一些政治家们淡化了气候变化问题 并承诺撤销绿色政策 这样人们对各国能否在向非化石燃料转型的过程中 保持动力产生怀疑 我们要呼吁政治家们更加重视气候变化问题 并采取积极的行动 最后 我们了解到了一些公司的最新动态 比如 加拿大能源公司Secure Energy Services Inc.决定优先偿还债务 而不是股票回购 巴拉德动力系统公司预计将报告盈亏平衡毛利率 以及泰国水泥集团开发出成本效益高的氢气等等 这些都是企业界的新闻 我们要关注这些公司的发展 同时也要关注全球经济的变化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观点和思考 现在 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和问题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